各位熱愛籃球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歡迎透過未來電視網收看 一百一十一學年度 富邦仁壽UBA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女玉籍四強決賽 今年3月26號星期天 在台北小巨蛋要進行的首場比賽 是女玉籍的季軍戰 由佛光大學對上的是台灣師大的賽事 隊員先發五人佛光大學 梁玉玲 李一晃 梁文玲 陳玉婷 還有陳丁琦 台師大的部分 楊秀琴 廖怡婷 陳硬慈 陳靜玉瑄 陳玉婷 當然搶戰都有滿充分的準備 像昨天國光大學 在對上士興的那場比賽 因為陣容的關係 所以派上的先發是黃敬文 就是要對抗士興大學的 可能內線中鋒 對 其實黃敬文昨天在對抗 依次有馬頭這個一開賽 其實對抗了還算不錯 對 沒錯 陳玉婷 國光大學昨天其實對士興 也算是處理球傷也沒有辦法 把握好最後是十分之差 訴求 不然其實在第四節 他們也是一路蠻有機會 都可以追進這個比 對 下個賽季 佛光有外籍生李威的加入 相信對他們進去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前面快攻的機會 陳玉婷上籃有了 佛光開賽6比24分 大的那一場比賽呢 就是他們做了非常充分的準備 然後就進入贏的比賽 其實楊淑清教練呢 跟文綺教練 他們對沒變三對三 所以這樣子來回的分波 跟那個體能的消耗 對他們來說也是負擔蠻大的 確實是一個考驗 套出來了 雖然他是比較年輕的球員 可是像昨天 要求請最後也是舞范理想 加上要一挺 通常這三個人可能都是輪替的 但是今天 現在這個時候 可能是三個人要上一分 就是國光 拼樹地跟拼外線 李華在籃下要到了分 可用之兵比較多 這個調籃下陳育傑打扮得分 反得非常的漂亮 OK 倒到右邊 傳給陳育婷 後仰的跳投出手得分 好 陳育婷 陳育婷是學減這個經驗 跟他的能力 但是 從昨天開始 覺得他很比賽 也是拿到 42分 陳育婷再補一個三分球 又是陳育婷 哇 他在決賽階段表現真 在陳育婷投機的三分球板 登記 非常的興奮 小Q 切得上來 凡分 板正暴動 板正 在投籃手感上的打捏 還是會有影響 對 比如說他剛剛那個打板 可能在三隊上的時候 他就要比較擁力 不到五隊五的時候 這樣的打板 就會彈框而出 哇 這一球 好 實戰 晉算加拔 先是很機靈的操動 體育要修正的問題 昨天那場四場賽 也是因為 失誤過多的關係 就是失誤球 陳育婷翻身之後 還是大的陳育婷拿球 開進攻下六分 外線發起來 吃著同學人打球球 在前有提到陳育婷的這個 做的牽制是滿成功的 所以現在放他上來呢 就是可能會也影響到 陳育婷的一些進攻 陳經育萱 膽纏 最後直接掉到來 上了黃晉雯 替補上來馬上得分 陳育婷 進攻時間快到了 唐出城 靠近了這個飛的位 非常漂亮 唐出城今天真的是有跳 陳育婷給到陳育婷 進攻時間快到 陳育婷出手 球進 算加拔 真的非常好 竟然被換下場 林育婷來到場上 陳育婷超級 上了得分 漂亮的配合 走到黃晉雯 打扮高分 這球真的傳得太美妙了 攻防兩端都是她的身影 林文玲 看到球 跳投出手得分 林文玲 三十比二十五 伯光拉開 林文玲 給到黃晉雯 這次出手比較勉強 自己拿到 後仰跳投 今天伯光拉開 真的每個人 今天剩下六秒了 還是大 楊壽晉 要拆炸彈 給到林品玲 跳投出手得分 對 其實兩 他上場其實也都 往往可以扮演 非常關鍵的騎兵角色 對 黃晉雯今天也是大 這球的出手 陳育傑投進了 不過罰球線上 是他們比較軟手的 不過陳育傑這兩分補回來了 三首比二十九三分領先 哇 這一球又被操走了 林文玲 跳投出手 大攻 打得比特 郭光大學在上半場 打得實在太精采了 太有心 彈出來 陳育傑外線 正 陳育傑精靈 陈育傑抄到球 給到前面 楊壽晉上籃得分 這個處理就非常沉穩 掉到籃下 陳育傑 時間差 到籃球的另一邊 上籃得手 這個球陳育傑也打到 提醒隊員場上現在的情況 對 比如說時間啊 比如說板堆啊 陳育傑投進了三分球 平地板球被操走了 可以從轉換快過的機會 楊壽晉上籃 有了 下半場開始閃了 是伯光這邊出現的比較堵 陳育傑 繞到另一邊 上籃得分 他今天已經拿下了七分 正在伯光力圖振作 陳育傑 第一話 再傳 快速的傳導 找到梁壽晉外線 空檔 他投進了 這球非常需要 對瘋狂大學 楊壽晉滑倒 陳育傑 育傑撿到球 跳到籃下 給到許潔熙 拆炸彈 成功了 這就是 剛剛有提著他站的位置 並不是那個 他在最後的一秒 把這個球傳到 比較好位置的隊友手上 轉換快 第一話 外線滑起來的出球 偏掉 梁壽晉拿到球 可以陳育傑的拋投得分 被楊壽晉再抄回來 姚壽晉上籃 球進算加拔 1 盡量中的外線 我比較可惜 就是他們的得分點 沒有辦法 大家串聯在一起 姚壽晉 終局的跳投得分 來 遊戲出傳出來 可惜第一時間 其實換過有一個碰檔了 但還好最後是一個好的結果 現在是所有的得分點 都可以緩定地 拿到這些分數 陳育傑 中距離的跳投 幕後還有公開難一擊的 季軍戰 得開十大對上士興大學 各位持續鎖定 第一話中距離跳投得分 第一話 這一球小圖很慢一點搶到 給到前面 陳育婷上籃靠攻得分 這個時候開始大 還有五分十一秒的時間 所以這場比賽 不能說是穩定的 季運軒在藍匡附近 打板得分 對 國防大學 全員都必須要有這樣的 萬線投射能力 才可以在盡可能 在短時間也在成分 第一話選擇切入機會 楊玉琳中距離跳投得分 他們需要像這樣子的那個法務 對 這個極廷跳得分 楊玉琳先 讓陳育婷上籃得分 對 這個雙層聯手 兩個人也是非常的穩 先確定換過防守者之後 再穩穩地出手 陳育婷得分上雙了 確保他這一屆賽會 成效都有得分上雙 第一話 那球光 陳育婷 哇 現在出手投戰 三分球 他們絕對還有機會 九分的差距 哇 他剛剛好像一個冷面殺 一彎 中間三五秒 陳育婷 在籃框之間 出手這兩分他還是要到了 陳育婷 當然也想看看有沒有超級的機會 對 就是這個耳莊製造適當的失誤 但是這球很可惜 被一箭穿線的傳到籃底下 陳靜 玉瑄 上籃得分 一話 是一個Low 2 他投進了 是一個Low 2 對 陳育婷就是盡量多耗時間了 時間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 陳育婷切入上籃得手 陳育婷真的太穩了 真的 陳育婷外線出手了 進 他直接個人拿下28分 陳育婷 陳育婷 這場面可以看到楊崇峻教練 一直不斷的提醒球員 就是師大目前 現在他們要打的戰術 跟走位是什麼 看這球籃下漏掉了 廖怡婷 對 就是比較 陳育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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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育婷